在一次终于节目中,我们有幸看到了李晨家的四合院,那你,李晨在北京竟然还有一个四合院,就光看着四合院就知道李晨从小的家境是很不错的。 网友,范冰冰运气真好跟电视剧里的四合院一样,要想先进去,必然要穿过很多的小道。 终于到李晨的家了,四合院中一棵破天的古树,映入我们的眼帘,这让我看到了在北京这个喧嚣的城市里,仿如个式的世外桃源。 当然,现在给大家展现的自家四合院景象,有重新的装修和翻新过,因为这样会住得更舒服。 李晨的妈妈出来了,很热情的给李晨带的客人打招呼,看得出来微胖的李晨妈妈,还是挺和蔼可亲的。 小编我只想说,范冰冰也很幸运捡到宝了,没想到李晨的妈妈这么和蔼,而且李晨也是红军三代,多么光荣的李晨一家。 然后李晨和妈妈就开始给来的客人,介绍北京这边儿自家做的风俗小吃。 小编我个人很喜欢李晨,觉得他为人很实恨,又是红三代。 有有们,你们觉得李晨人怎么样?看好他与范冰冰在一起吗?欢迎留言。